回到第二節講賣有借邦 第二節一回來就想跟大家講一本新鮮出路的書 超霸世紀R的第四期 這本書 花了 不知道 我在紫高買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的 你有買的嗎? 買完過的 第四期其實內容 因為它真的跟著超霸世紀來發展 中間可能散略了一些部分 應該也沒有散略 有的 因為譬如今期的再後半部分 鍾武耀在北霸狂的山洞練功的時候 那些什麼撲霸手引霸手在外面 我記得本身是有少少打鬥的 那裡全部跳了 節奏明快一點 反而我想講的是今期專欄裡面 許景就有稍為交代一下 當然了 專欄寫什麼我相信什麼 許景有稍為交代一下超霸R的銷量 他說其實銷量就一般 未至於沒得做 但是都需要大家 再多多支持下去 那我自己真的是夠猜 那因為作為一本68元的精裝書 我不算特別版那類東西 作為一本精裝書68元 我相信就算是龍虎門2Z 應該都不到2000書 精裝書我覺得應該都不到2000 所以都是1000多貨 那如果是超霸的話 這個品牌應該沒有龍虎門那麼好叫作力 我懷疑可能都是三位數 或者挨到1000 那所以 他應該是有點難度的 但是他 馬拉 許景不是馬拉那邊很多粉絲 但是我覺得你馬拉的粉絲 你吃的都是幾百書 二三百來 這麼少嗎 賣馬拉未必派到過去 可能要網購那些 你每次都是鼓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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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問一下鼓尼就知道馬拉 海外代理 因為真的沒有太多做海外訂購的香港的人 當然啦 你說你找朋友幫你買 買完之後寄過去都有 還有 還有馬拉他們好像叫漫畫天地 他們是有入廣漫的 那 多少都有些大 我想都是幾百書的 就是二三八那個位 去到五百來 我給你 我都會覺得這本精裝書都是很難做 所以許景也有少少辛苦 在這方面 但是其實 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 好像有講過 在龍虎門Z的第25期 他計算一條數 他兩年之內畫了39本 很瘋的 兩年之內畫了39本 即是有時候是一個月出來 對 因為他有11本龍虎門的外傳 然後我看的那本是第25期的龍虎門Z 如果你不計第25期 即是頭兩年就是24期 24期龍虎門 然後 3本 超霸R 11本龍虎門Z的外傳 那那都38本 如果你計算第25期 就39本 很瘋的 其實 他很勤力 所以 他是掛得很快 很勤力 這本超霸 他真的 所有分鏡都跟足 不用想 是吧 差點工夫 就是密書 而且我覺得大放在 密書是這樣的嗎 藤文 藤文 我的字都不懂 密書看出來 我以前也是 我試過中學密書 真的整本書拿出來抄 密書有分讀物和背物 雖然讀物一般是有人讀 你去聽著 是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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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繼續繼續 他縮小了 但他還是放了很多龐白 我覺得看起來就更辛苦 你講和原先那半 原先博了那半 他縮小了我輸到 但其實他也有很大量的龐白 那他可以排個版去嗎 但問題是 其實龍虎門異色是沒有什麼龐白的 我覺得其實許景是可以用畫面交代到故事的人 我想問這個正義是 因為他有分證的 四正 他直接就這樣 正邪封面 正可能給他一個名字 但我又不同意Sandy說是難看的 因為你博裝有很多背景 陰影線 諸如此類那些 但因為這本是只有他自己畫的 當然背景是沒有什麼 線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看得辛苦 我覺得辛苦的原因是 因為我拿他和龍虎換Z 因為他的風格我一看我就很直接奧 根本是同一個畫 因為風格非常類近的龍虎門Z 而他沒有龐白 但我想問這本是跟著超霸的 因為龍虎門Z 有些搞笑的位置 但他現在這本是 完全一模一樣跟著實 除了我今天除了Sandy 除了剛才說 剪掉了少少的東西之外 他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跟著 除了裡面有一架潛水艇 樣子不同了之外 一架潛水艇變了太空船 其他東西真的沒有什麼 我懷疑他也會改一些 有些 有少少的 不知道第二期還是第三期 是有改了少少的 因為有些資質實在太無謂了 但他不是剪掉這枝字 從現在暫時看到 都是改了一些構圖 本身是跟老虎打的最後表 就是怪獸 我之前也說過 做得這樣反而好一點 龍虎門Z 真的很悶 很悶 這招是悶到極的 笑不出 現在是四期有沒有計算 計算到已經畫到 原先第幾期 這個我真的不記得 要查一下 我也沒有懷疑 讓我看看 現在第四期的廣東 剛剛見到 那是誰 無間千山 那個女兒 他去了 無間千山 剛剛去了那個 不知道 溫北八卻 又救 東方戰神 對東方戰神 救死者出現 剛剛出場的時候 救阿青衛 應該是 不記得了 很早 要對回其他 如果真的說奇道要對回 我明白我十幾期 大概那個內容 就是剛剛去那個地方 救回他們 有十幾期嗎 應該有的 我不要緊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不記得 二十幾年前真的不記得 我反而覺得 他後面那些格格漫畫 是有趣很多的 我明白 至少是許景那些很擅長的東西 用他的Q版放那些 另一類的漫畫 是有趣的 我覺得他畫這些特別有趣 Orange Flower說許景還停留在赤 他還停留在赤傑 赤傑是超霸之後 直彈是剛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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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彈是超霸之後 直彈是赤傑十三 我停留在球王轉 但現在超霸是月刊 還是不定期 都不是 都是不定期 你預算他雙月刊 我覺得 但是龍虎門set 就一直是月刊 對 暫時還是 簡單來說就是 那個月刊完龍虎門set 有時間刊完 就刊出來 其實因為 我忘記第二十二十三期 龍虎門2尺 他是擺錯了上回提要 你當是二十二期 他放了二十三期的上回提要 即是他已經有下期稿了 所以他其實是刊多傳稿 至少有一期傳稿 很懶惰 所以他競爭 他畫的真是快 我印象中他以前出球王轉 還是不知哪一套 好像很短時間之內就起到貨 即是說輸展 即是慢慢展 他畫得都不是很細緻 那些 即是有少許版 不是的 都快的 你試一下拿著這本 當是抄 抄一次 但他之前那些 就是可以畫得很厲害 之前那些赤傑 去到尾那些 嘩 難得到 超霸到尾那些公仔 都肉酸 其實我一向都不太欣賞他畫那些公仔 對不起 你說他的那些位置 是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玩第二半 同時在畫兩半 如果我看回舊那本超霸 大概是第九期左右 十都沒有 十都沒有 因為他其實是有點跳了 例如他現在是在打毛簡先生 因為他幾條線 東島戰神已經在打毛簡先生 毛簡先生準備出第五招 但是他之後另一邊線 其實舊細仔才剛剛出來 但如果你對比舊那個 原本的超霸 其實第九期 舊細仔已經關走了西希摩 然後毛簡先生是 剛剛第九期的 最後那頁就是 第五招打了下去 對的 其實他現在畫不是一期期停的 對的 所以他的鋪牌是調了一些 大概是第八第九期左右 DK你是不是講過 Pencil那裡 Pencil那裡 在九十八號的地下前鋪 的伊士大廈 就有一個叫做 香港黑白奇談的互動實境遊戲 大家就可以去 就是說 可以進去 玩一個實境遊戲 就說 進去裡面 每一件的物件都可能 跟遊戲有關的 你要在裡面找到一些線索 發現這個故事的秘密 完成遊戲 知道真相的話 就可以獲得這個 香港黑白奇談 明信片一張 的 時間是 早上九點到 晚上六點半 的 我會去的 但是 關不關他 他好像幫餐廳 他本來是一間咖啡廳 就是那間 他其實就是長灘那間 就是那間 大家應該知道 他之前 很多雜誌都介紹過 這間餐廳 很出名的 就合作 搞了一個項目 在咖啡廳裡面 就畫門 但是他 這麼多年 有些鬼怪的東西 有些畫 那現在開始 這個 就是畫門畫做Decoration 這個是第一部分 現在這個是第二 現在剛剛 迪希說的 是Part 2 就是 加入一個叫做 互動的遊戲 那你進到咖啡廳裡面 跟著你都會吃東西的 那你就會發覺 周圍很多的小物件 都隱藏了一些線索 現在你 跟著你儲齊這些線索 然後你就可以破解到 當中的一個謎團 破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換到 剛才所說的一張明星片 但這個遊戲的期間 就是 只是限於17號 至到這個 11月4號 4號 那個時間 就上了9點 至到晚了 6點半 整個項目就是這樣 那 暫時來說 我是去不到的 我都會去的 因為我其實很早 我知道這件事 我這個不是餐廳的名字 就是 那間餐廳的名字 因為我問過 Penso 是要安心出行的 當然一定 它本身是咖啡廳 所以我不可以 我只是去玩遊戲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本身做到尾狗 已經很出名了 Penso有說過 它會嘗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 搞到一些 可能是真的Event 沒有飲食 到時候 包場是活動 沒食物 就是當作租場Party 特地為了我 特地為了你 搞幾個東西 哇 大隻東西沒用 都是軟陋陋 整條都是軟陋陋 orange flower 就說 許多畫風的感覺是過時的 各位主持會不會這樣覺得 看看它畫什麼題材 如果認真地畫 好像超伯這類 認真地說 你說過時其實我不太覺得 但他的Q版我覺得無論什麼時間都是OK的 我以為你說無論什麼時間都過時 我反而覺得如果他真的畫上廣漫傳統的畫風是過時 我看街霸4已經覺得 是不是望族之戰才是現代的標準 望族之戰是超現代的 他符合將來的標準 太快了 太前 藝術成分太高了 你這樣說是廣漫畫風本身過時 但其實你是定義了那隻叫廣漫畫風 但我覺得龍哥 我看的話我會覺得龍哥的畫風就算在現在都是沒問題 因為你看看《東方不敗》或者《舊豬鐵漳》 你也會覺得龍哥的畫畫不是很現在的風格 當然他自己變了 但我會覺得許景那種 我看《街霸4》我很記得《街霸4》 那時候我一看的時候 望族之戰完全停留在當年 但《街霸4》都很久了 但《街霸4》的時候我以為他過時 他之後應該都沒有特別 之後就回到Hit版也可以 可以輕懷舊 小流氓那些畫風 《街霸4》那個時候還有什麼書 你覺得是不過時的? 都貪不到我這些畫風 是啊 同時期那些書有哪些 特別是覺得這本是現今的畫風 其實現在剩下來的少 其實如果以前最多的 其實很多都是黃先生 類似黃先生 黃沃朗作品的畫風 整個風格當然是 我覺得是很獨立 每個人畫出來的那種感覺 譬如你當年 我記得《街霸4》的時候 應該是九龍城寨那一陣子 我不記得是神嶺還是九龍城寨 那時候總之劍橋那種畫 其實他改變不算很大的劍橋 但我覺得他的畫面一直都沒有出現 那賓橋其實是有進步的 龍虎門 現在賓龍 我們覺得他差了一件事 但那時候如果是同仁 那時候可能是 或者是功夫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他很差 那些東西 但許景那時候 我是街霸4 我一看就 嘩 什麼來的 這樣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許景給我的感覺 基本上人的輪廓 是沒有改變過 我沒有改變過 那時候他穿了一本 什麼天行武者 那個主角 那樣子 真的跟以前街霸的人 那個輪廓 是九成像的 是不是不能參考的關係 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 但在許景深 我覺得他向天行社的時候 他之後不是出了赤蠍十三 十三鬥魂 好像是 赤蠍十三是肉狼的 不是天行社 總之他之後有本 不知道叫蠍王 蠍王 其實那時候他那些東西 都已經很鬧 他總之天行社 月後期的東西 他應該再放在月樓 因為一來可能人手 沒有那麼多 資金沒有那麼多 以後他又要兼顧自己 做那間公司 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放下去了 但其實許景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他是 他 怎麼說呢 他畫的東西 好像畫不到直線 那些東西好像很彎 我是 即是 即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會不斷看他的東西 但我是不是很喜歡他的東西 有一個詞語是形容你的 那些叫體驗身正直 口裡說得身體肯承實 口腰體正直 對 嘗嘗嘗嘗嘗 調轉了 我只是覺得你犯賤 那他的題材本身有些 為什麼有東西吃 GAME輸 GAME輸 我可以的 又吸引到我的 那所以還有 即是你在那裡看的GAME GAME輸一來 二來是 我忘記了想說什麼 哈哈哈哈 是啊 證明一下女主持 其他 即是德元哥在這裡做節目 其他人只顧著跟女主持聊天 是啊 好了 你 你說清楚其他人有沒有包括你 沒有 你聽過我有沒有說話 剛才你說過那個 那個 那個 口炎 口炎 口炎身正就是 那我現在知道是什麼了 哈哈哈哈 過身就是 但是不要 就是一場相識 我不想推你死 但是你講開 畫風 什麼叫 個時 這件事 我回來想問就是 什麼叫個時 即是怎樣為之個時 你本身就不喜歡那種畫風 正反正說 假設你認為許景的畫風是過時 那就是說 許景之前 最早期的畫風 你是喜歡 如果那個時候 不過時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喜歡 不是 他過不過時和我喜歡不喜歡 可以兩件事 我的問題就是 他不過時的時候 你在他不過時的時間上 你都不喜歡 我從來都不喜歡許景給你 那就是可能到現在 你根本就不喜歡許景畫風 與不過時的時間 你什麼叫過時 畫風哪有時限 有 那你藝術也有一個個浪潮 那你怎麼分漫畫的階段 它不同 好像音樂那樣 有什麼時期 那你用漫畫你怎麼分 你最多不是分漫畫 其實畫畫呢 我覺得很少用過時去講 正常來說 你可以說他沒有進步 他說沒有進步 但是沒有進步都不 可以斟著 因為沒有進步 是說他這麼多年 那些畫都一樣 如果他本身的畫都好 是他又沒有進步 那就是真的 是 但是例如 舉個例子 如果 鄭上 鄭上 他十年前說Slamdown的頭 和今年說Slamdown的頭都一樣 你會不會說他過時 你不會說他過時 因為他本身的畫好 所以其實要斟著 他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你過時 你這個字是有少少時間 有時間值 所以我們要討論 就是 當時那個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畫風 是一個什麼的畫風 當時那個 就是虛境 因為我沒有看虛境 八九十年代的入行畫風 他之後是變了 Slamdown去到後期 當然他的技巧也進步了 而你 在九十年代 你沒有看到變色龍的畫風出彎 那是因為他的畫風進步了 不是不是 你是說整個日本 整個日本 他不一定是進步了 其實是改變的 他變了畫風 而整個日本都不會再出這些 因為他譬如 森田真法 當然他們之間可能有些關係 他們的畫風都是接近的 但是森田真法的東西 他都會變的 例如舉個例子 因為最近我看回《食神》 就是《食神》 因為《食神》 我想起以前有一套日劇 大家也知道那個slogan是 《玩某一套日劇》 《高澳宅三口》那句 《高澳宅三口》那句 《低調大壽萬劇》 其實是玩某一套日劇的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過那套日劇 但我就想 其實那套日劇是怎樣來的 原來是漫畫改來的 好像叫《鐵碗神廚》 其實那套東西還有連載 他的畫這四十年都沒有變過 其實這四十年都沒有變過 那 是不是叫《歌時》呢 那他還在出現 他出不出現跟他入《歌時》 風格《歌時》沒有兩件事 其實是一個時代感來的 所以要說的話其實很難 但你會整體在市面上 你會看到沒有人再用這種風格 這種風格 但是你用《歌時》 這個字眼就是一種扁義的字眼 那你自己說 你的風格還是停留在以前舊的風格 你最多說 你現在這個風格 不是現代的風格 但你用《歌時》就覺得 你現在在扁著它 那你只不過是你不喜歡 但是你現在扁著它是另一件事 你扁著一整 你這套畫風是完全不行的 但可以有人喜歡的 所以其實不出現過不過時 你可以說他的畫風很舊 但因為漫畫是沒有過時 這件事 真的全是一個喜好 因為多數我會用什麼說過時 劇情有些過時 例如 或者老套 我自己喜歡用老套這個字 你說《蒙羅麗莎的故事》 那個情節 那 蒙羅麗莎的故事 這個 那個是 是這個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真的要給你重聲 哇 好厲害 是這個 是這個 那他那隻故事 如果你現在出一些 就會說老套 那你過不過時 看你怎樣形容這件事 你想說是沙士比亞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哇 都有那個沙士 因為沒有人想到他 於回道 爹 爹 所以就 還有過時 我覺得有少 是不是跟市場上 有些 或者是跟那種銷量 有少少掛 因為你 買得的人就說 因為過時 那樣東西 在那個年代 有一個時代感 代表那個年代 然後就拿一個年代 來做一個標準 然後就當那個年代過了 去到很久之後 再用那個年代的東西 出來這樣 就算是過時 但是 許景的畫風 是沒有一個代表 只是他代表那個年代 另外我想說 剛才阿Tim 就說這個夢裸 就是 羅蜜一歐語朱麗葉 那個故事 是老套 但是其實 有些情況之下 就算那個故事 是老套 他 present的手法 都可以令到那件事 他正正就是五個字 他簡直是舉錯例子 因為今晚 一會兒說 那套Cyberpunk 我其實就是 這個故事 是很老套 和黃道 但是很好看 已經預告了 是不是 沒有 預告的 大家都知道今晚會說什麼 已經是時間 差不多 順手 順手 聽下去 剛才他在說什麼 剛才那個是夢裸莉莎 夢裸莎 剛才原來寫了夢裸莎 故事 第二節歌題我已經想到什麼 哈哈 最後補充 orange flower 就說他錯的 應該是說時代感 道歉是你道的嗎 不是 他說他錯而已 他沒有道歉 是讀而已 他說他應該說時代感 我們其實都理清 時代感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都理清這件事 不要緊 聽眾錯無所謂 我理錯就麻煩一點 都不麻煩他 先寫下 忘記了夢裸莎的故事 夢裸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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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記得 我真的很懶惰 現在 立刻改定 你現在改定 好了 我們要研究一下夢裸莎 到底寫過什麼文學作品 待會回來有這個動漫廢物 今天星期的題目是 Cyberpunk 夢裸莎的故事 是H1 是H1 因為人們說2077 2077其實是遊戲 對 因為故事應該是2076 總之它的題目沒有2077 待會見 拜拜